好 主播帶你來關新的康橋國際學校 校車在今天晚上大約7點的時候 是在信義快速道路上面的文山隧道上面 突然是翻覆 目前在萬方院這邊是有4名受傷的學生 被送到這裡來進行治療 不過都是輕傷的狀態 那稍早的時候包含這個文山區的區長 以及副市長 台北市副市長林毅華 是都來到了醫院要來關切這些受傷的學生 那這起事件是一共有15個人送醫 除了是包括4名萬方院學生之外 還有另外5個人是被送到了信義區的北醫來治療 那另外還有5名學生以及1名司機 是最後一批被送到中校醫院要來進行治療 不過這15個人都是輕傷 沒有嚴重的傷亡傳出 是不幸中的大幸 只是當時是為什麼會突然翻覆 是路況不佳還是有其他原因 目前還要等到治療結果之後 才能一一的來離親 不過因為當時其實是下班的時間 並且學生都是課後班 有國中部以及高中部的 當時是要搭校車來回家 只是沒想到半路就有發生了意外 那在這個現場 我們回到現場來看 其實當時整輛車是整個翻覆側躺在隧道裡面 因此是所有線道都不能開放通行 但當時因為車流量實在太大了 因此是嚴重的回堵 那稍早的時候 吊車是來到了現場 以及警銷一些相關的疏導之後 目前是都已經開放了一個線道 要讓其他車輛來通行 目前是要逐步的來開放全線通行 並且是還在繼續的治療 來進行處理當中 不過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意外發生之後 相關單位都已經全力的動員 包括說教育局也要關切學生的狀況 以及校方也是繽紛多路 來到不同醫院 要來慰問試探學生 至於明天上課的狀況 以及這個相關單位 後續是不是有需要來究責的一個部分 目前都還要等到各處是來確認之後 才能釐清 只是這一起翻車的意外 幸好雖然上面是有26個學生 以及英明司機 一共是27人的狀態 但幸好是沒有釀泉嚴重的傷亡 但熊悉的原因 還要再持續的釐清 一下我們找出現狀況